自己宣,中超叛逃者郁佳蒙德奖豪门,有望促称两千万买一送一,买买来自德国媒体SPORT1的消息,中超叛逃者莫德斯特郁佳蒙德奖豪门多特蒙德,他公开示好多特,如果我加蒙多特蒙德,那将会非常有趣,这种自己宣的方式积木了天津全舰求你,因为他在天津全舰双线作战关键的时刻选择离开,不能被原谅。 中超叛逃者的名号已坐实,如此一来,多特蒙德有望免费得到莫德斯特,这个夏天,多特等于是从天津全舰购买一特赛尔,然后免费送了一个莫德斯特,买一送一的大礼包着实罕见,众所周知,天津全舰刚刚在夏季买断了莫德斯特,而且花了2900万欧元,同时还缴纳了2900万欧元饮元调节费, 若莫德斯特免费走人,拳剑亏损巨大,近日,莫德斯特已经完失踪了,消失在天津全舰的阵容当中,朱教练索萨也公开表示,不管莫德斯特离队与否,拳队需要表现出更强大的战斗力, 从天津全舰与北京人和的比赛来看,天津全舰中,将确实做大了这一点,土炮扬续证明了自己比莫德斯特的作用更大,头号球星帕托也证明了欧洲金童并非浪德虚名, 莫德斯特从2017年夏季开始效力天津全舰,他在卡纳瓦罗的麾下表现得如鱼得水, 八场比赛打进七球助攻三次,就在大家都以为莫德斯特将在本赛季大杀特杀之时, 夏帅突然离去,随之而来的是索萨,换帅如换刀,天津全舰换来的却是一把盾刀, 莫德斯特被磨去了灵脚,12场中超比赛只打进四球,而杨旭则在最近五场中超比赛, 打进四球助攻一次,在杨旭和帕托军表现突出的背景情况下, 莫德斯特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,反倒是中场和后防线的问题更让人担忧, 也暴露了维特赛尔离队之后带来的诸多问题, 中场拦截和中后场的防守组织均略显混乱, 从多特方面看,他们得到了维特赛尔, 却并没有真正提升球队整体水平,反而让球队的中场更加拥挤, 莫德斯特倒是多特比较刚需的前锋, 他们对内正缺乏莫德斯特这样的封线杀手, 因此多特买一送一的买卖很有可能会做成。